蓝蟹蟹是从我公共开始养鸡的 到现在差不多30年 其实蓝蟹蟹跟螃蟹也是一样品种的东西 只是蓝蟹是它换殼之后的新殼 所以是软的 蓝蟹换殼出来过 它的身体会比较大了 因为它的旧殼容不下了 所以它就要换殼出来 蓝蟹蟹的竹法多数是榨比较多 茅豆在马来西亚是一种非常新的农作物 一种菜 在我们的邻国 称为茅豆是王景植物 因为它的收藏量都非常的多 很多马来西亚人认为茅豆是一种比较高端的市场 因为茅豆价格也非常的昂贵 我们现在大量的种植以后 就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茅豆 茅豆的吃法有很多种 大家所认识的水煮茅豆 还有一种就是取豆人炒出各样的菜式 运萝卜 我做这个螃蟹差不多六年了 养蓝颗蟹是从我公共开始养鸡的 到现在应该差不多30年了 养蓝颗蟹多数都是拿母的 供的比较少 都是选比较小值的去养 因为小的螃蟹脱壳的时间比较快 螃蟹换壳出来后 它的身体会比较大了 就是它长大了 因为它的旧壳 螃蟹脱不下它了 所以它就要换壳出来 也是有听很多人讲 他们讲螃蟹不可能是软的 然后他们说 不知道是不是放药打针那些 但是这个其实是螃蟹它生长的过程 它一定要换壳它才会长大 其实软壳蟹跟螃蟹也是一样品种的东西 所以就是软壳蟹是它换壳之后的新壳 所以是软的 这里就是我们养螃蟹的地方 他们捕回来我们收到的螃蟹 选过来之后 要养成软壳蟹的都会放在这边养 放进来之前就是会先破掉它的脚 如果没有破掉它的脚的话 它会咬来咬去 这个水是我们从海载回来的海水 这个盖子是因为怕那个阳光照到 怕水会少 每天会拿渔船抓回来炸鱼为它 它要脱壳的时候 它这里旁边是会开会裂开的 它的身体颜色也会变到比较深 然后脚也会变黑的 然后它上面壳的颜色也会不一样 它这边后面开起来 然后它慢慢地垮出来 半个小时里面就会脱出来了 有些比较强壮的还是比较快的 这里有一只刚脱壳的软壳蟹 这个就是它旧壳 它脱出来的这个就是它了 看到它现在也是比较大致了 现在它的壳整只都是软的 之前剥掉的它的脚也是又重新长出来了 平时我们都是很多只养在一起 如果它要脱壳了 我们就会另外放这个小盖子 如果它脱壳过后 还跟其他的在一起 其他的会咬它 因为每天都要 我们都要来检查三到四次 因为怕它脱壳了 如果没有发生的话 它会硬化回去 差不多二十多个小时 它就会硬回去 等它整只出来了 就搅拌起来放进冰淇淋 就出动了 然后这个我们搅拌之前 到冷冻之前 就给它过一下淡水 有些顾客他们说 这个螃蟹会比较咸 好 过了淡水之后 我们把它放进纸袋里面 过后就把它放进书冻房 除了乱客蟹和卖螃蟹 然后还有剥螃蟹肉 一开始他们补螃蟹的人 会补螃蟹 然后螃蟹卖给我们 然后我们就分类了 这个好像它比较大只 然后有肉了的就可以卖了的 还有一种是这样子的 是它大只但是它还没有肉 因为它刚刚脱壳不久 还没有肉 这个就卖给人家去养 养到它有肉了 人家才拿出来卖 因为它是刚刚脱壳出来 它的壳还没有僵硬 没有什么肉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已经是要脱壳了 这边旁边 按下去它的壳已经开起来了 这个我快一个礼拜里面 就会脱了这样子 就直接放在这边 就养螃蟹蟹了 软蟹通常都是卖去日本餐厅 软蟹的煮法多数是炸比较多 以前都是六月或者十月十一月这样子的螃蟹会比较多 过后就越来越少 就到现在了 也没有什么多过了 养螃蟹现在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螃蟹的那个数量不一定 如果你没有螃蟹的时候 你不能够养 就不能够拿来避养那个费用了 就是你亲工人也是要给它 如果没有东西做 工钱也是要照给 这个行业就是讲 现在海产不只是螃蟹罢了 鱼那些也是越来越少的 没有以前的产量这样多的 所以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也不能做什么 软蟹通常是会用在炸的地方会比较多 通常我们炸好后因为它还比较脆 所以我们就使用做寿司卷和手卷 现在我们要做的这道菜叫做软蟹米皮卷 首先我们介绍我们的食材 这里有我们的软蟹 有腌制的盐 胡椒粉和酥粉 这是包在里面的酱料 生菜 鸡蛋 牛油果 和黄瓜汁 是美乃汁 芝麻酱 鸡汁 小番茄 还有这是包的米皮卷 首先我们开始第一个步骤 就先将我们的软蟹清理 我们先把它打开它的内脏 清理掉 拿掉它的刷 清理干净 OK 这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清理干 等一下我们炸的时候 它的水分就没那么多 炸起来也比较脆 然后我们就撒上我们的胡椒粉 再撒上一点盐 然后我们就拿去炸 先把我们的软蟹 放入淡浆 然后沾上薯粉 然后我们就下油炸 然后我们炸至它到金黄蛇 所以让它金黄蛇就好了 炸好了软蟹 然后我们就先煎一个蛋皮 搅均匀我们的鸡蛋 把淡浆放入锅内 然后我们放我们的起司 煮至它的起司都融化了 把它的淡浆表层都干了 就可以了 然后步骤二我们先拿我们的米皮 我们把它沾上水 让它软化 然后我们就可以包卷了 放入我们的鸡蛋 蒸菜 然后放入我们的文瓜丝 我们的牛油果 放入我们的软蟹蟹 然后把它切开分段 然后倒入我们的芝麻酱 美乃滋 然后把它卷起 要让它结实一点 让我们切开 把我们的小番茄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拿我们的软蟹蟹的顶部 最脆的 然后把它放在番茄的上面 然后这个软蟹米皮卷就好了 除了软蟹蟹以外 我们在日本餐 比较常吃到的也有毛豆 像我们以前用的 都是在进口比较多 但是在这一两年内 马路甲也是有种植毛豆 我们也有去跟他们农民购买这里的毛豆 这里的毛豆也是很新鲜的 毛豆在马来西亚是一种非常新的 一种农作物 一种菜 会认识毛豆的人 最重要是喜欢吃日本餐的人才懂 在日本这种是一种属于营养食品 在日本他们都称为织豆 因为在日本销售的时候是合肢一起的 但是织豆在中国就称为毛豆 因为有一层很多的毛在保护住这颗豆 在我们的邻国 泰国 印尼 都有大量的人在种植毛豆 而且他们称为毛豆是王井植物 因为它的收藏量都非常的多 然后种植方式也比较简单 2015年的时候 我一直想从事农业 只是找不到那个切入点 要怎样开始做 直到我遇到了阿元 我们是在2017年之前 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毛豆这个东西 那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起的 对农作物有了共同的兴趣 所以我们就合作种植毛豆 我们前前后后也种了大概有二三十种 然后最终 无意间我们就是培养到自己的品种 我们就开始量产 这片原地是我们最早栽种的原地 这个原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 之前是种那些一般的水菜 我们种过七八种品种 之前都已经淘汰了 目前我们留下来的品种有三种 这种它叫黄金毛豆 它的毛色是褐色的 豆是很肥 但是它的皮比较黄 这个是大马绿 它的特征就是一搓在一个地方 它的猪糕大概是一尺 它的特点就是肥肥短短 不过口感非常好 甜度也够 它的豆色很绿 这一棵我们就叫做大马之叶 因为它的形状好像一个叶量 一个弯弯的 它的特征就是够肥够长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所喜欢的 这个品性我们会大量摘动 而且我们提供给餐厅 日本餐厅都是这个品性 这个品种就是大马之叶 因为它已经成熟了90天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要采收 如何分出它的成熟 我们就看到它的叶子已经黄色了 然后每一粒都已经是饱满了 看得出了的 那我们就开始采收咯 我们一般上就不要拔起来 就直接把它剪断 因为这样我们要推回去 再取出这个豆甲的时候 就会比较方便 不用带了那么多泥土 这个豆如果你不采的时候 在树上它就是老化而已 它不会再重新成长的 必须需要再重种了 这个豆其实我们直接采下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生吃的 但是不介意大量的生吃 煮过是比较好 好像这样子的豆就可以马上吃了 它还是一样带着相当甜的味道 我们也有很多种植物 很多马来西亚人认为 毛豆是一种比较高端的市场 因为毛豆都是进口 而且价格也非常的昂贵 那我们现在大量的种植以后 就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自己在家 可以吃到新鲜的毛豆 我们每一次采完回来过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豆莢取出来 在取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挑选过 比如这一些3千2的我们就会把它淘汰 3千2就好像这个整个豆莢里面 它原本是有三粒豆的 但是它却只长一粒豆 所以两个是空的 但是单粒的豆我们全部都是算在合格里面 不过在这个整棵树里面 一般上我们这样子看上来 都是两个豆莢或是三个的会比较多 一粒的也不多啦 很少罢了 采完了过后我们才来进行包装 这里是我们最后的一个过程 就进行这个一包一包的包装 每一包我们是450克 然后就装成这样子一小包一小包 这些毛豆都是我们从彩下 最多是一两个小时里面 我们就要完成了这一个步骤的工作 我们的目标就是从原地采收 送到顾客的手上不超过24个小时 我们提倡的就是买新鲜的 吃新鲜的 现在的市场我们只做到一小部分罢了 首先我们要教育他们怎样吃 所以我们自己也设立一些网站 教他们怎样煮 境界地培养了我们自己的顾客群 毛豆的吃法有很多种 大家所认识的水煮毛豆 首先我们先清洗毛豆 洗到毛豆没有多余的杂质 洗干净了毛豆之后 我们开始搓盐的那一个部分 撒下两大茶匙的那个盐 然后进行搓 那个力度不需要太大 轻轻就好 搓好之后我们就把毛豆放置在一旁15分钟 让盐渗入这个毛豆里面 15分钟后就可以放入滚水之中 煮一个5分钟 5分钟后就可以把毛豆捞上来了 滤干了过后 我们就用风扇吹让它迅速冷却 这个步骤是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加美丽 冷却后的毛豆颜色清绿 可以马上吃或者是放在冰箱慢慢地享用 我们现在要煮的菜是金枝一叶 这道菜我们取名叫金枝一叶 是因为它里面拥有金的代表金针菇 然后芝豆一叶薯和芦笋 然后红萝卜红黄青椒 这个毛豆已经清洗过了 我就把这个毛豆放进去 滚一个5分钟 让豆比较软 就方便我们取出豆仁 同时先把红萝卜切成粒状 芦笋就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一叶薯我们也是一样的 就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金针菇撕开它就可以了 然后再切青椒 5分钟的时间到了 就把它取出来 如果煮太快的时候 它就会比较硬一点 煮久的话它就会比较软一点 我们如果拿来炒菜的话 煮久一点 等一下我们炒菜就不用怕它煮了还是很硬的 取出来过后 然后我们就轻轻的一挤 就可以把这个豆仁全部给挤出来了 接下来把这个水给它滚一滚 水滚的时候我们就把红萝卜 一束束和芦笋一起放下去 我们就大概滚一个两分钟 让这一些比较硬的食材给它软一下 现在大概是已经软了 那我们就把剩下的材料都放了下去 毛豆尾一起和其他的蔬菜一起放下去 下少许的胡椒粉 我们就把盐 盐 蚝油 生抽 然后再让它滚一滚 就大概多一下子的时间 就这样的这一道精子一叶就炒好了 这片原地就是位于淡冰高岛地区 这里一共有20亩地 这里我们只有种两种品种 一种就是大马之叶 二种就是大马绿 毛豆它已经超过了100种不同的品种 在我本身大概种了三四十种不同的品种 不同的毛豆就有不同的生长时间 头头尾尾来说我们就拿一个平均 就大概是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这片土地比较超市 所以非常的适合毛豆的成长 好像在我前面这一棵 开上了好多小小的白花 这是大概是25天的毛豆 在30多天的时候 它将会长出小毛豆了 然后再多一个半月左右 它就可以开始采收了 毛豆需要大量的水分 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些 土壤比较超市的地方 如果水分太少的话 会影响它的品质 还有它的豆的产量 比较接近旱季的时候 水分比较少 那我们浇水的次量 就会一天到达两次甚至三次 尤其是在长小豆的时候 那它的水分就不能断了 这里就是我们培植毛豆幼苗的基地 这里总数一共15千颗 培植这个幼苗需要用到遮盆 是因为毛豆的幼苗初期就是它很怕水 太多的雨水会造成它的豆总会烂 所以我们只要浇一次水就行了 培植毛豆幼苗 我们通常就用这个苗拓放满培苗图 过后我们就把这个毛豆的种子 放进去培苗盘里面 每一个洞我们就下两粒种子 它就容易吸收到它们要的阳光 如果分散的话 它采收量就会少了一半 加完这个种子 我们只需要淋上一次水 36个小时过后它就会开始发芽了 发芽后大概是需要五天的时间 它就会长成小苗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以下泥土栽种了 最开心的一点就是越来越多人欣赏我们的农作物 我们目前的这个毛豆的销售市场还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主要都在供应给个人家庭市 我们的购买者大多数可以说99%都是华人 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马来人甚至其他的华人都不是很了解 什么是毛豆什么是纸豆甚至他们煮的方式都不太对 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就慢慢的在晚上我们也教上人家 如何的去煮毛豆各种各样的煮法 然后怎么的去吃 那希望可以把这个毛豆在我们马来西亚里面可以发扬光大 让大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食物 然后健康的食物 这是我和中小的共同目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